花蓮市祖学祖立礼活动中心历经两年六个月公期之后 7月7号上午正式举办启用典礼 市长威嘉贤还有多位的县议员及市民代表们到场祝贺 市长表示在活动中心启用之后 会提供民众舒适的集会场所及活动空间 也希望礼民们可以多多钱来利用 花蓮市祖学祖立礼活动中心7号上午正式启用 典礼上特别安排了五龙五师祥师宪瑞 隆隆鼓声把现场气氛炒到最高点 让期盼已久的在地居民直呼好开心 现场也请法师进行祈福一试 为新的活动中心启用求吉纳福 市长威嘉贤及多位的县议员市民代表都共同揭牌 为主力主学祢活动中心正式启用 过去我们在硬体完成之后 当然过程当中也会碰到一些在争取软件的一个困难 那在今天我们也把这些问题一并都解决了 那不论是建筑物的整体的安全性跟电梯 还有里面的一个基本上面要办课程的一个设施 我们都一并都争取完成 那今天也是很开心来交付给我们主力主学的 林建成里长跟我们陈济美宇里长 还有我们江族林理事长希望未来在这个活动中心的经营的部分 能够符合更多民众的期待 那我们希望也能够配合政府的相关长照政策 或是福气站的一个政策 能够把这里的老人家聚集在一起 能够创造出可以让长辈活动休闲的一个空间 这个活动中心总工程经费是1840万元 其中内政部补助了800万元 施工所制筹经费400万 花莲县政府补助640万 同时市长魏嘉贤也感谢先员吴东升 张美惠各补助100万元 还有魏嘉宴议员补助70万元 江如林代表补助10万5000元提供工程的建议款 才可以让内部设施设备更加完善 也期盼当地居民能够善加利用 让活动中心发挥出最大效益 主力主席活动中心 在 解释力情 华联市报道